不管你刚才听不听得懂 你总是摸着他们的一个 侯氏直视的灵 那第二呢 我们这个 这一次的香调啊 可以说时间呢 又比以往拉长一点 从昨天的 午餐前到 午饭然后啊 大家一起香调一路到今天 我们的香调 就更透彻 那第三 就是这一次的香调啊 我们的年龄层 的范围是最大的 我们从年轻的20岁 到年长的93岁 怎么不喜乐啊 尤其你们年轻人啊 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榜样 甚至最年长的弟兄 在这里 仍然在这里啊 带着喜乐的灵 满了之江的供应 我们也实在是宝贵 这样一个香调 实在是啊 就是第三个特点 带着传承的意义 这一次啊 这一次我们的香调 不是年龄城市啊 这个范围最大的 并且呢 我们还多加了一个 这一个 演讨的聚会 就是昨天下午的第二场的聚会 并不是说 其他场不重要 而是说 以往我们一直都有 其他的场市 那昨天啊 这一次我们开始了 以各校为单位 这个有学生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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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看见了主恢复的传承 第四是我个人观察 就是好像这一次 这个路加参加路加警察的新人 好像特别很多 也有一些因着在一届刚得救 或者刚被复兴而进到这个箱条里面 我们要为了这一次的箱条 把荣耀归给球 那这一次的箱条聚会 我们产生了一些共同的负担 第一个我觉得需要加强 美国来访圣徒们 他们的交通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们的交通简单的说 路加圣徒们 他们的功用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为着这份执事的说话 以及执事们的身体 而有背后的服事 第二就是特别接受负担 为着主恢复中 乡巧的同工们或者在各地 不是这份执事的弟兄们 有强的背后的代表 第三就是他们都愿意 做这个赚钱全时间 而且在赚钱全时间的事上 弟兄们给了我们三个领 我很盼望 弟兄姊妹们都要记得 第一个就是为着主 赚钱越多越好 不太阿门 那这句话我讲得稍微小声淋漓 第二呢就是 妹妹 为着个人和家里的花费 越少越好 阿门吧 阿门吧 那最后其余的全给主 阿门吧 当然这是个人信心的问题 但是啊 谢谢主 借着弟兄们的来访 给我们呢 这样的一个判定 我相信 我也盼望 我们亲爱的度假圣徒们 都该为 这个财务奉献的事上 有更新的道道 主啊 我该如何来支配 你所良给我的财务 好叫你的挥墨 能够在我们暗中所尽的这一段上 能够付予匮乏 这是啊 这一次有一个负担 第二个 就是 关于各界的负担 感谢主 一年过一年 我里面觉得 主在路加圣徒身上 越做越刚强 好 我们知道 我们之所以 也没有这个路加几条 几条 不是我们的 这个主要的目的 几条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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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 是一个 加强 是一个 推动 推动什么呢 就是你弟兄在 1985年 所释放的 关于 各界 福利 好 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们 有没有啊 读到 我实在是盼望 所有路加的圣徒 都该回去查 这个主 恢复中 化实在的带领 第五本 关于 赵会 分相侍奉的带领 里面的 第五篇 说到 各界 福利 读过的请举手 哎呀 太少了 有这一本的请举手 你知道 你有主 恢复中 化实在的带领 总共有五本 有第五本的请举手 好不好 好 你的盼望弟兄姊妹们啊 务必务必 回去啊 回去把它找出来 阿们吧 阿们 我们做任何事 都是根据 知识的福音 我们不是 觉得 我们呢 大家都 很好相处 我们又是 同行的 最好每年来 去理想 事实上 我们是有意象 原来我说 关于各界福音的负担 在我里面 正如 儿童福音的负担那样 在我里面 实在有一个负担 要圆 你弟兄的梦 那 什么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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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